长征中,红军的哪两支队伍在湘江之战中全军覆没? 1934年11月,红军渡过潇水,蒋介石立刻命令湘、月、贵三地军阀部队组建新的封锁线,望图一让湘江的天险阻拦红军的前进路线,并对其主力为追堵截,并一举将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东岸 由于敌人的布局失误,他们以为红军要进攻桂林,便将兴安至泉州的兵力调走支援桂林,红军总部趁机抓住这一机会,决定行军至泉州与兴安的湘江断渡江 11月25日,红军到达计划湘江段,开始搭建福桥准备渡江,而此时敌人早已发现红军意图,已调集重兵向死地赶来 到了28日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先头部队已成功渡江,而负责掩护主力部队安全渡江的红武军团也在蒋家岭、永安关、雷口关等做好防御准备 此时借手到平山的共约60公里的湘江段是非常安全的,如果全军即行军,可以安全地渡过湘江 但由于总部的纵队负重较大,携带的物资较多,最终行军缓慢 从而延误安全渡江的最好时机,不久尾追的敌人感到,负责殿后的红武军团开始与敌军展开殊死搏杀 到了12月1日,敌人的进攻更猛烈,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,红军的指战员与战士们视死如归,不顾牺牲 用尽一切方法与敌人展开搏斗,经过一篇的浴血奋战,敌人的进攻终于被阻住 而中央红军在他们的掩护下也基本上渡过湘江 最后殿后部队也开始渡江,最终到了3日,只剩下红34师和红18团还在江边掩护部队 但是他们已没有撤退的机会,敌人已将渡江点全部占领 红18团在南木山完成任务后,为避免全军覆没开始分两步分别撤离 一步在陈家碑被敌人包围,全部牺牲 另一步在团长僧春剑的率领下,突围成功 但最后在沿途地方民团的围剿中,全军覆没 而红34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,已由起初的5000余人兼至500人 面对敌人的包围,师长陈树香命令红100团长韩伟与他各率一步突围 韩伟部后在弹尽粮绝后跳崖,最后只有韩伟等三人幸免于难 而陈树香部最后全部牺牲 湘江之战,是长征中中央红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 虽然他们最终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粉碎敌人企图将中央红军扼杀在湘江以东的企图 但是中央红军付出惨重的代价 此战之后,中央红军由最初的8万6千人减至3万余人 其中红34师与红18团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的安全度将 最终全军覆没,这在红军史上也是从来没有过的